大球钙菇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菌类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它无处不在 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菌类 大约有十多万种 可供食用的有两千多种 在食用菌家族体系中 有一种菌菇 不但是国际菇类交易市场上的 十大菇类之一 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栽培的 殉菌之一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介绍的 大球钙菇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被誉为京北怀柔区食用菌基地的 长绍营满足香 提起长绍营 附近好多人都知道 这是因为长绍营满足香的蘑菇燕 非常有名 而这蘑菇燕不可缺少的一道食材 就是大球钙菇 大球钙菇 我们还是头一次听说 它是蘑菇的一种吗 这就是大球钙菇 您看它肥大厚实的菌钙 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小皮球 也正是因为这个 它才得名 大球钙菇 接下来 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大球钙菇生长 都需要哪些条件 在我们的地区 昼夜温差比较大 这个适合大球钙的生长 大球钙因为喜欢冷凉 在这个气候 大球钙菇 属于中低温 结实性菌类 菌丝比较耐低温 对高温的抵抗能力比较差 所以 大球钙菇 菌丝生长的温度 在21摄氏度 到27摄氏度之间 最适合的温度 在25摄氏度左右 菌丝生长阶段 要求培养料的含水量 在65%到80%之间 环境的空气相对湿度 控制在60%到70%之间 如果缺少水分 菌丝会发育缓慢 甚至停止生长 大球钙菇的整个菌丝生长阶段 不需要光照 新鲜的空气 会对菌丝的生长 起到促进作用 大球钙菇 菇垒形成的温度 在12到20摄氏度之间 最适合的温度 在16摄氏度左右 此时体发育和生长的温度 在12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 最适合的温度 最适合的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此阶段 要求栽培环境的空气相对湿度 控制在85%到90%之间 微弱的散射光和新鲜的空气 能促进子实体的形成和发育 除了这些外部条件 大球钙菇的生长 还需要一些营养物质 如氮 碳水化合物 无基盐等 大球钙菇属于草腐菌 这些营养物质 可以直接从培养料中摄取 和其他食用菌一样 大球钙菇的菌种 也分为母种 原种和栽培种 一般母种需要从食用菌研究所购买 拿到母种之后 要对母种进行扩繁 才能得到原种和栽培种 那什么样的培养料 才能培养出适宜的原种和栽培种呢 原种和栽培种的培养料 有50%的玉米结 28%的麦肤 20%的稻壳 和2%的石灰粉等原料组成 将这些原料按比例混合好后 装入500毫升的玻璃瓶中 然后把装好瓶的培养料 灭菌2.5到3小时 灭菌完成后 把瓶装的培养料取出 自然冷却 这时候我们取来母种 就要将母种扩繁成原种了 和制备其他食用菌菌种一样 整个扩繁过程 也要在无菌的接种箱中进行 每瓶大球钙菇的母种 大概可以扩繁 80到90瓶原种 把制作好的原种 放在22到24摄氏度 通风黑暗的培养室内培养 大概30天后 菌丝就涨满菌瓶 这时就可以用原种 来扩繁栽培种了 每瓶原种 大概可以扩繁 60到70瓶栽培种 这样经过两极扩繁之后 菌种我们就制备好了 制备好的栽培种 也需要在通风黑暗的培养室内培养 当菌丝长满菌瓶之后 就可以准备播种了 怀柔位于北京远郊 地处烟山南路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正巧赶上下雨 雨滴飘落下来 如烟如雾 蒙蒙隆隆 滋润着大地万物 俗话说 高山云雾出好茶 我看这高山云雾 也能出好菇 这些就是栽培大球盖菇的菇棚 菇棚大多建在山脚下 这些地方通风条件好 又有山体遮挡阳光 为大球盖菇的生长 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 除此之外 这些菇棚外面 还覆盖有防雨用的薄膜 和保温用的草莲等 菇棚内 有为大球盖菇遮光用的遮阳网 和补充水分的喷水设施等 看来 为了给大球盖菇 营造一个适合生长的家 这基地的工作人员 还真没少下功夫 准备好了适合他们生长的家 接下来 咱们把栽培种 拨撒到地利吧 别着急 在拨种前呢 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完成 要像大球盖菇长得好 不光环境选得好 栽培原料也很重要 首先就是培养料的准备 它的原料呢 取材比较广泛 就是说像农村这个 农作物结杆 稻壳 菊磨 还有玉米结杆 稻草都可以栽培 就像王里华说的 大球盖菇对培养料并不挑剔 由于它是草腐菌 所以一般在玉米结 稻草 稻壳等农作物结杆里 它都能生长 至于生长得好不好 那就得看 培养料的品质了 栽培大球盖菇的培养料 有40%的玉米结 30%的稻草 28%的锯末 和2%的石灰粉等原料组成 在制作培养料的时候 工作人员在培养料里 撒上了石灰粉 是为了均衡培养料的pH值 大球盖菇喜欢微酸的环境 培养料的pH值 控制在5到7比较合适 在菌丝发育阶段 培养料会慢慢发酵 产生酸性物质 这样菌丝生长 就会处在一个酸性环境里 为了防止pH值低于5 出现菌丝生长缓慢的情况 工作人员会提前 在培养料中 撒入适量的石灰粉 来控制培养料的pH值 使它处于合适的范围之内 培养料与石灰粉的 重量比为25比1 培养料准备好了 咱们去看看 菇棚内的准备情况 怎么样了吧 走进菇棚 只见工作人员 在翻好的地里 又撒了一层石灰粉 这次 撒石灰粉不是为了调节土壤的pH值 而是为了杀灭潜藏在土壤里面的杂菌 这次石灰粉的量不用撒太多 每平方米25克左右就可以了 撒完石灰粉以后 工作人员将石灰粉均匀的翻进土壤里 并整平土壤 这边土壤刚整好 一彻彻的培养料就被陆续运了进来 将培养料铺成笼形 厚度大概在25厘米左右 笼宽约为90厘米 菇床与菇床之间距离约40厘米 每平方米大概用培养料20到30千克 铺菇床时候 一定要铺成中间稍高 两侧稍低的形状 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球盖菇管理期间要经常喷水 菇床一旦积水会对大球盖菇 浸丝造成损伤 甚至腐烂 这也是铺菇床时 为什么要铺成中间高 两边低的原因 床敷好以后 我们还得在培养料的表面 铺上一层湿道壳 这样做 一是为了保持营养料中的水分 另外一方面 湿道壳中的粗蛋白 粗脂肪 碳 氮 水的含量 都要高于接杆和稻草 所以当培养料中养分不足的时候 湿道壳中的营养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从而保证大球盖菇的菌丝的正常生长发育 选择菌丝浓密 颜色雪白 长满或接近长满没有老化的菌种 播种时 把菌种掰成鸽子蛋大小的菌块 注意 菌块不要掰得太碎 以免影响发菌 在培养料上 划出一道5到8厘米深的钩 将掰好的菌块 依次塞进钩里 菌块与菌块之间距离 控制在10到12厘米 为了保证菌丝生长的均匀 除了播种在菇床正面 菇床的侧面也要播种 在菇床侧面 滑出三道沟 把菌块播种到菇床里 每平方米的用种量 大概在600到700克 在满足大囚钙菇 生长所需条件的前提下 从大囚钙菇播种开始 到培养料 长满菌丝 大约需要30天 这是大囚钙菇的菌丝期 菌丝纽结蒙发菇蕾 大约需要15天 就到了大囚钙菇的菇蕾期 菇蕾发育成幼菇 大约需要5天 这是大囚钙菇的幼菇期 幼菇慢慢长大到 适合采收 大约需要5天 大囚钙菇就进入了采收期 每茶菇采收期 能保持7天左右 当采收完一茶菇 大约10天以后 新的菌丝就会再次分化 形成第二茶菇 大囚钙菇的产量比较高 一次投料可以收获3到5茶菇 从开始播种到采收结束 整个生长周期需要90到130天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大囚钙菇生长的第一个生长阶段 菌丝期需要如何管理 在这期间 工作人员一定要根据大囚钙菇的生长发育情况 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操作 水分是大囚钙菇 菌丝体及子实体生长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培养料中含水量的高低 与菌丝的生长及出菇量有直接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 要向菌丝正常生长 培养料理的含水量 必须保持在65%到80%之间 所以控制好培养料理的水分 是工作人员首先要做的工作 可是我们发现在拨下菌种的前20天 工作人员并没有对菇床采取任何补水的措施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菇床本身有一定含水量 播种后立即补水 会造成菇床含水量过高 菌丝生长不良 甚至还会使原来生长的菌丝萎缩 这期间 工作人员要随时检查 菇床含水量 如果培养料偏湿 要注意菇棚的通风 这阶段通风频率不能太高 每天一到二次比较合适 每次通风的时间不低于一小时 在通风口处还要给菇床加盖麻袋 防止进风处过度干燥 当工作人员发现菇床上的菌丝量明显增多 菇床表面的倒壳干燥发白时 应对菇床进行适当的补水 补水时 菇床的位置不同 补水量也应该有所区别 菇床的侧面应该多补一些 中间部位要少补充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菇床中间的培养料比较厚 不容易流失水分 而菇床两侧的培养料比较薄 所以相比于中间而言 在补水的时候 两边就得多补充一些 补水时工作人员要检查培养料中的含水情况 用手轻捏培养料感觉松软湿润就可以了 除了水分 温度也是影响大球钙菇生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球钙菇菇生长的最适合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当菇房里的温度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 工作人员要将菇棚上覆盖的塑料薄膜放下来 并覆盖草莲 使培养料的温度达到理想状态 播种后30天左右 菌丝基本就能长满培养料了 工作人员可以轻轻挖开料面 检查菌丝的生长情况 当发现相邻两个菌块的菌丝快连上的时候 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次播种 把掰好的菌块按到稻壳表层 注意不要播种太深 您看我们从这个方向看过去 还能稍稍看到菌块呢 这次的播种量要比第一次稍微少一点 每平方米的用种量控制在400到500克 因为菌丝生长有快有慢 所以在实际生产中 我们会在菇床表面的稻壳里 再补种上一些菌种 这样在采收的时候 大球盖菇可以分批成熟 采收时间也可以相应的延长 让您在整个采收期里都有蘑菇可以收获 这样分批出菇 分批采摘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人工栽培大球盖菇 在子实体形成之前要给菇床覆盖上一层土 野生的大球盖菇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下 虽然也能正常生长 但出菇时间明显延长 及时附土可促进菌丝的扭结 诱导菇类生成 从而缩短 此实体形成时间 提早出菇 附土对大球盖菇的主要影响 是改变菇床的生态环境 补充水分及某些元素 减少光线及温度变化 对菌丝的影响 附土对大球盖菇的生长 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需要工作人员认真对待 认真对待的第一点 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土壤 覆盖用土要求腐植至含量高 质地松软 具有较高的保水能力的土壤 另于菌丝的生长 由于相邻菇床之间的土壤 经常被进出的工作人员采来采去 所以土层表面难免夹带杂菌 为了防止这些杂菌混到菇床上 影响大球盖菇的生长 在翻土之前 工作人员在土层表面 撒上了一层薄薄的石灰粉 然后才把土壤翻松 覆盖到菇床表面 附土厚度控制在2到4厘米之间 最多不要超过5厘米 每平方米菇床大约需要土壤0.04到0.06立方米 铺的时候 菇床表面看不到倒壳就可以了 工作人员又拿来竹膏做什么 只见工作人员拿竹膏在菇床上插了很多孔 这插孔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 这些孔是给菇床散热用的 为了避免料堆温度过高 造成大球盖菇的菌丝发生霉变 工作人员要在菇床附土之后 给菇床打几个散热孔 使菌丝处在25摄氏度左右 舒适的环境中正常生长 一般每平方米菇床需要打10个散热孔 具体根据栽培条件随时调整 附土完毕后还需要在菇床上加覆盖物 这是因为在给菇床补水时 如果直接把水喷到菇床的附土层上 补养容易板结影响出菇 若喷到覆盖物上 水分会慢慢渗透到培养料里面 及时给菌丝补充水分 覆盖物一般选择卖街 松针 稻草等等 基地的工作人员选择的是稻草 种植户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的不同 进行灵活的选择 给菇床覆盖上稻草以后 就意味着大求盖菇进入到了子实体生长发育阶段 一般播种45天以后 菇床表面就会出现一个个白色乳头状的小凸起 这些小凸起就是大求盖菇的菇类 这阶段需要工作人员把菇房里的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95%到98%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这个时候 菇房里的湿度好大呀 这是因为 菇累时期 大求盖菇对水分的需求量很大 如果环境里的空气湿度不够 就会导致附土层和培养料理的水被蒸发到空气中 造成菇累缺水 而菇累缺水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大批死亡 大求盖菇菇累形成最适合的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 所以工作人员要注意控制菇房里的温度 温度过高 要打开塑料包膜 通风降温 温度过低 需要关闭通风口 并加盖草莲 菇累形成阶段 一定量的散射光刺激 会对此实体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 所以光照要控制在100到200勒克斯 这时工作人员要经常抽查 菇床含水量情况 如果培养料偏干 可用喷雾的方法加湿 一般情况下 要求培养料吃透水分后 表面稻草变成淡黄色就可以停止喷水了 当床面上有大量菇累出现时 工作人员在菇房里进行一些操作时就要多加小心 千万别碰坏 这些娇嫩的小生命 播种后50天左右就进入大球钙菇的幼菇期 幼菇期大球钙菇菌 已经变成了红褐色 这阶段空气相对湿度要求为85%到90% 和菇累期相比 我们发现 这时候空气里的相对湿度稍稍降了一些 这是因为 此阶段大球钙菇的蓄水量不再像上阶段那样高了 如果空气里的相对湿度很大 就会导致培养料理的水分增加 这样多余的水分不能被吸收而滞留在菇床里 就会造成菇床含水量过大 通气减差 导致幼菇窒息死亡 这阶段 每天要对菇房进行通风工作 一般保证在四次以上 每次通风的时间不低于一小时 紫石体发育和生长最适合的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这阶段保证菇房里的温度不能高于27摄氏度 除此之外 为了使大球钙菇的菌钙形成酒红的色泽 还要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光线照明 但是注意 光照强度不要太大 控制在200到300勒克斯就可以了 播种后大概55天后 就是大球钙菇的最佳采收时期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符合采收标准的大球钙菇进行采收了 另外 您在采收的时候 最好选择在早上进行 一般美茶菇出菇期可保持一周左右 采收下来的大球钙菇可以上市销售了 在广大农村地区 利用废弃的接杆种植大球钙菇 栽培后的废料又可以当作肥料直接还田 收获的大球钙菇给农民朋友们带来良好的收益 这样把产业链有效的连接起来 也能够全面提升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实现真正的低碳农业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咨询栏目更多的内容或信息 请登陆在栏目的官方网站 再见